蔡勒对近现代中国的贡献中,最容易被故事的一个却一直影响至今。 1980年代的时候,有个电影《高山流水》,就是讲的蔡勒当时袁世凯要称帝之道,蔡勒反对他称帝就把蔡勒软记,在北京不许出京蔡勒在京期间无聊,就去妓院认识了当时的名记小凤。 先后来在小凤仙的掩护下,蔡勒逃出北京去到日本坐船南下回,到云南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高山流水》讲的,就是蔡勒在北京期间和小凤仙交往。 以及最后逃出北京的过程,蔡勒,作为一个湖南人,年轻的时候受康良变把思想影响思想倾向还是比较进步的,而且很爱国。 蔡勒,参加湖南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逃往日本,在日本西点,曾在日本社官学校,学习毕业回国之后,曾先后在云南、四川、湖南一带教练新军,并曾仿照日本的模式,在各地创办陆军小学、陆军中学等。 培养具备现代陆军素质的基层军官,因此蔡勒虽然年龄并不大,但是在民国、初年的西南地区声望很高。 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辛亥革命在各地的主力都是,新军不少新军的基层干部,都是出自蔡勒创办的陆军小学、陆军中学和讲武堂,这个军事培训系统。 蔡勒,作为这个系统的主要创办人自然名望就比较高。 所以,云南发生辛亥革命之后,虽然当时的蔡勒,还只是个旅长,但是也被新军推举为云南省督军蔡勒,在广西办陆军小学的时候,其中有个学生,个子虽然比较瘦小,但是很聪明,也能说会到思想倾向进步。 这个人就是李宗仁,李宗仁从陆军小学毕业后,就进入军队,开始担任基层军官,后来率军击败了唐继尧,成为雄霸广西多年的贵系领袖。 而唐继尧本来也是蔡勒的德力手下在蔡勒九任云南督军后,派唐继尧率军,进入贵州民国初年,为了响应当时检查军人干,正在号召蔡勒率先宣布离开云南,去往北京这才进了袁世凯的圈套菜。 在恶离开云南后,唐继尧继任云南省多军,才开启了唐继尧在云南十多年的军阀时代。 在护国战争中,滇军和川军,分别有两个年轻的将领,参加了这次战争一个教主,德一个叫刘伯承。 刘伯承,就是在这次战争中,头部中枪,当时麻醉技术还不好,为了避免麻醉要对神经造成,影响刘伯承告诉主治的德国医生可以不用麻, 要就做手术这也成就了后来的一段佳话,几乎可以媲美关与瓜骨疗毒而流,博承此后也就成了昭明的。 多眼龙。 蔡勒在云南省都军认上的时候,还干了一件应该被后人铭记的事就是他和时任四川省都军的尹昌恒, 联名致电袁世凯请求帅君入藏维护国家统一西藏,自1907年开始搞了一新改革, 但是成效并不明显张音堂曾经请求清廷派一千五百名川军新军进驻拉萨维护国防抗衡, 当时已经两次入侵入西藏的阴运军队,但清政府却没同意。 到1910年驻藏大臣连宇再次请求清廷,才同意川军派将领中营,率领一千五百名寺川新军进驻拉萨川军军纪, 不好名声很坏在进入西藏后很快就和当地民众发生对立辛亥革命发生一个月后, 驻藏川军才从英国人的报纸上知道了,内地已经发生革命的消息, 于是驻藏川军内部的投革会组织,也发动革命围困了清廷的驻藏大臣连宇。 宣布西藏革命之后,中营被任命为西藏独军,但驻藏川军内部很快就发生了, 分裂和内斗一方支持连狱一方支持中营闹得不可开交连狱一方找来, 当时的藏军给自己当援军结果藏军到来后,分别将驻藏川军包围要求川军缴械投降当时滞留在印度不肯回藏的师三是达赖, 看到清廷灭坊民国初见。 西藏又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 就派人回到西藏开始运动指使达下一边围困川军一边让驻扎在西康一带的藏军向内地推进, 一直打到金沙江附近西藏的情况传到四川后川军中要求出兵西藏救援驻藏川军的声音高涨云南因为和西藏接近的所以也有类似的声音, 时任四川整兜军尹昌恒和蔡厄联名致殿中央要求出兵援党袁世凯同意后, 尹昌恒指挥川军和蔡厄指挥的滇军分别从四川和云南两个路线向西藏禁军连战接结, 一直禁逼到昌都附近但最后因为时三是达赖主动勾结英国英国向袁世凯施压破, 使川滇联军停战退兵, 而在这之后英国人支持十三是达赖回到西藏, 提出了独立诉求和中央派来的代表进行谈判。